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白羊巴的頻道 我是白羊巴 隨著我拍的影片愈來愈多 受歡迎程度隨之上升 而認識我的人亦都相認真假 而在街上真的有人認識我 因為他真的認識我的 他們都有看我的影片 都說不錯 非常之好 挺搞笑 但是呢 他說我臉真的好乾 無論如何都要做一些保濕 我是男人來的 一向都不理這些事情 這三十多年來都不理自己的皮膚 我覺得自己天生泥質 非常之好 但是他說乾 也希望我比較好看 所以就試一下 今次就介紹了這兩款Lip Pro Mag的保濕精華給我 首先說一下橙色這支 橙色這支就是含有高水分的生物海參紋合物 可以令皮膚更柔軟和彈性 另外這支透明的就是有維他命B5和透明質酸 兩者可以做到傷口保濕 令吸收更加容易 介紹完這兩款之後就要試了 這次當然是找我自己 因為我的皮膚乾 塗上一面的東西 當然是塗上自己也好 試之前就做個對比 就查一下我現在皮膚的水分是多少 用這部機器試一下就可以測試到 皮膚的水分是37% 我會首先試橙色這一支 有生物海產混合物會令皮膚有彈性和柔軟 我朋友就教用之前要彈一下它 因為可能會有少少殘留在瓶上面 彈一下它 所有精華都放進去就可以拍了 我第一次拍有點緊張 多彈一下 好 拍了 好 這麼難拍的 糟糕 我忘記了 我朋友就教我拍之前要拿一張紙巾 對摺 再對摺 在瓶上跳著它 然後再拍一次 拍到一下 那就塗上臉 他就說不要抖太多 抖在手上 我會塗上臉 不是塗上手 一會兒朋友說 你實際上也挺滑的 但臉還是這麼乾的 那就不要了 我抖下去 然後就塗上臉 塗上去 塗上去 有些香味 塗上去 很快要吸收 快要再染多一點 涼涼的 應該是很快吸收的關係 好 試完這支之後 就試第二支 我再不會徒手拍的了 這次就是打眼 我就試這支 有維他命B5 和透明質酸的 那我包著它 又是很緊張 拍的了 這次拍得很好 那這次呢 我抖另一支手 因為我抖完之後 用這邊塗 那我朋友就說 不要把瓶口 在手上 因為呢 始終是有玻璃碎 那你不用玻璃碎 什麼精華呢 幫臉做磨砂 那就不要抖在手頂上 那我也是這樣塗 那這個就輕一點的 我感覺到 味道也有點不同 這個好像有點茶味 那剛才橙色的那個呢 就好像有點胭脂味 有點香味 這個就有點茶 這個就快一點吸收 不如就好像很快這樣 就塗完 我們再等多一點 好 那快塗完兩邊了 那兩邊都塗完之後呢 就是用這部機 和浸檢查一下 我兩邊的水分有多少 那試一下右邊先 那又塗下去吧 那右邊這邊呢 就是55% 就是橙色那支的 然後呢 就左邊了 左邊呢 是68%的 那左邊呢 就輕身一點 還有呢 吸收和保收的程度是高一點的 那右邊呢 就可能低一點 但是呢 我都還感覺到它有 有一點精華在臉上 讓它慢慢吸收的 那現在這些天氣呢 就爽一點 就會舒服一點 那如果我這些皮膚 是特別乾燥的話呢 就用橙色那支 那這兩款精華呢 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都有微脂囊的成分 那微脂囊是什麼呢 就是它一個很微細的細胞 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皮膚裡面 然後呢 再把裡面的養份 和細胞結合 那令到它保濕 和養份 它支援成分更加好 更加有效的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容院經常都不開 促了 都未必做到非素 那就唯有靠自己了 而剛才介紹的兩款精華呢 很多美容院都在用著 其實家裡放了一兩盒 你開一下門口 都很應該的 如果不是 難道半年後才裝自己做肥皂嗎 而我朋友說 這兩支保濕精華正在做特價 如果想要的話 可以問一下它 原價408元 特價285元 一盒還有10支 除開每支都是28.5元 現在出去吃飯都沒得吃了 不如買一盒精華 家裡慢慢拍好了 如果大家對以上兩款保濕精華有興趣 可以follow他們的IG A2A2 Beview 和他們查詢 如果大家又喜歡這條片 又覺得這條片幫到大家的話 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八人八 好吧 拜拜下次見 不要動 Senior